臺灣桑林副議學會的執行長蔡志豪 各位知道說公路總局現在目前在進行的公路的生態濾化 事實上是我們整個國家的2018年國土生態濾網 其中的一個很重要的執行工作 就是國土生態濾網 國土生態濾網也當然包括了像我們現在在進行的景觀工程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為什麼我們國家會在推動國土生態濾網 那是因為在1992年生物多樣性公約 那生物多樣性公約去年在2021年的時候 在昆明舉行了締約國的大會 這個是一個國際公約 然後已經定下了一個很重要的目標 因為我們現在面臨的氣候變遷 除了說我們的減碳以外 那還有生物多樣性的恢復 希望能夠在2030年能夠達到30% 2050年能夠達到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一個目標 所以2030年事實上只剩下也不過是8年的時間而已 所以我們國家在進行2018年就推動了國土生態濾網 那這個是國家的上位計畫 但是一直到了去年2021年的時候 有我們協會跟這個 這個林務局呢 共同已經推動 因為我們有國土生態濾網 有所謂的生態造林 以及生態濾化 都有這個名詞 但是沒有作業規範 因為也沒有適當的苗目的產出 所以去年的時候 林務局也通過就是行政命令 先由他們各個匣管的領館處 以生態造林作業準則已經頒布到了各個領館處 然後也讓我們其他的中央各部會機關能夠一起來適用 這樣的一個生態造林的作業準則 那其中呢 我們剛剛講生物多樣性公約裡面 最重要的是恢復原來的生物多樣性 我們要強調恢復原來的生物多樣性 他不是在強調要增加生物多樣性 是要恢復原來我們現在目前 在清水地區原來的生物多樣性 因為過去兩三百年的整個開發開墾 然後呢損失了非常多的生物多樣性 那這個生物多樣性的物種呢 他不是靠腦力激盪說大家一起來討論 一起投票 決定這裡要種什麼樹 這些全部都是科學的 他是要透過研究 包括了標本的比對 還有呢野外的調查 確認好我們清水這個地方 應該要有什麼樹 然後呢依據這樣一個生態學的原理 然後把它恢復 呼籲回原來應該要有的森林的樹種 這才是符合這個生物多樣性公約 也符合了我們剛剛講的 國家的上位計畫 國土生態濾網 所以呢我們在台南看說 如果以我們現在目前所在的這個位置 他原來的森林會是什麼 絕對不會是水黃皮 為什麼 因為呢我們過去會以為 這個地方緊鄰的海邊 在台中港的旁邊 那我們應該要種海岸的植物啊 事實上在現地的調查裡面 以我們清水 清水的老樹是什麼 你看到我們在台中市所俠管的 所謂的老樹保護的資料庫 在清水的老樹 就代表說清水它當時還沒被開發之前 這裡的森林有什麼樹 因為它都是百年前的老樹 這裡最重要的老樹叫沙坡 那這些老樹呢 蛛絲馬跡就告訴了我們 其實呢這些海岸林 所謂的海飄植物 它只會在我們的海岸線 前面的30公尺50公尺左右而已 後面的這個整個森林呢 是大杜山 整個龍南林帶 延伸到我們海邊來的 所以呢 但是不是所有的龍南林帶的物種 都有辦法挺進到我們清水的海邊 只有幾十種 大概70種左右的樹呢 它會從大杜山 那大杜山的樹種呢 事實上是從大坑的淺山 經過了台中盆地 再經過了我們大杜山再過來這裡 但是因為呢 我們整個高度的開發的關係 大杜山的森林也消失了 然後呢台中盆地的森林也消失了 所以呢 我們必須又透過人為的富裕的方式 在大坑採集種子之後呢 富裕回大杜山 再富裕回我們清水 現在目前 期待富裕的這樣的一個海岸的森林 所以呢我們的海岸的森林呢 事實上分成前岸 跟以海漂植物為主的 就是像水黃皮 這個海蒙果 懶人 這一類為主的 後岸呢 就是以我們現在目前所在的位置 事實上它是榮南林帶 它是大杜山的一個生態 往前延伸的一個系統 很謝謝呢 處長呢 周老師 一起呢 讓我們有這個機會 來進行這樣的一個計畫 那過去的所有的生態造林呢 非常勸缺的就是苗目 也非常感謝台中市政府盧市長呢 在2019年呢 也啟動了大杜山森林復育中心 讓我們有機會呢 來協助我們整個中部地區 來進行這樣的一個樹苗的 樹苗的這個培育 目前呢 我們整個台中市 至少應該要有112種的樹木 那我們的樹苗已經培育了96種 那我們海岸的物種呢 已經培育了25種的樹木 所以加起來呢 我們整個清水呢 至少要有100種以上的樹木 生態才有辦法恢復 好 以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的支持 謝謝